戴天福地人為貴 信則吉係空則背 元泰祖 歡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元泰祖 今集Nikio繼續和林定康師傅在這裏 和各位聽眾分享一些元學上的知識 林師傅 你好 Nikio 你好 兩個星期不見大家 因為上星期公務繁忙 沒有時間錄這個節目 知道大家都等得很心急 林師傅 我心急一點 為甚麼呢 因為我很怕觀眾看完我的節目 說我這麼久不拍都不專業 沒甚麼心機 就暫停訂閱他 那就糟糕 那又不好 大家記住我們 一直都在身邊陪伴大家 是大家成長的好伴侶 林師傅 觀眾兩個星期的等待換來 今集甚麼的話題呢 不如由單新聞入手 甚麼新聞呢 就不是報社倒閉的新聞 那是甚麼呢 就有一個大家都很久沒有提起過他的名字的人 就是陳振聰 他這陣子好像又坐回人做甚麼 我忘記了 他差不多就出獄了 差不多出獄 差不多出獄了 那些人就說他入獄之前和出獄之後 基本上兩個世界 不是去探討究竟他當年那份遺囑是真的還是假的 而是因為這個陳振聰的案件 就令到香港人對風水玄學 就披上了一個更加神秘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眾生機 眾生機大家聽就聽得多了 我們以前也大概說過 甚麼是眾生機 以前我就會拿眾生機和捐棺材去比較 那 捐棺材和眾生機 它相似的地方只有一點 就是說 將一個生人 擺到一個墓地裏面 就令到他的冤親債主 認為那個生人已經死去 那要他拿債 或者要去搞他 都只可以去個棺材那裏搞 就沒有辦法再去陷害他 或者令到你生活上面有些麻煩 那眾生機其實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呢 眾生機其實有很多學問在裏面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理論 用來解釋我們眾生機要做些甚麼 那所以我們今集主要講的 就是講怎樣眾生機 還有生機也都有分類型 那所以我們今集就要講這件事了 那講有些怎樣眾生機 之前不如說一下 有甚麼類型的生機 眾生機有很多種的 譬如說眾一個我們說官運的生機 通常就是那些人可能去從政啊 或者是想升職啊 不一定是講你在政治裏面的官運的 譬如你是一些上市公司的老闆 你由那個中高層的員工 你又想坐上主席那個位 那他們有時就會做一個官運的生機 另外一種就是財運的生機 這個是比較多人做的 那顧名思義呢就是做關於錢的事情 譬如那個人的財運很差啊 或者他有一些很急著需要錢 救命的時候就會做一個財運的生機 第三種呢就是這個健康的生機 譬如說他可能已經冥完一線了 餓病在床需要急救命的 那就會做一個健康的生機 有一種就是和合的生機 和合生機的顧名思義就是要和合 那和合不只是說兩夫妻和合的 包括家人和睦都是一個和合 其實大家要分清楚和合兩樣東西呢 是和和合不是一件事來的 和的意思是代表大家不要吵架 不要有衝突就叫做和 合就是令到大家合拍 合在一起不要吵架 就是團結 Stay together 不是大家所想的 只是一男一女兩個 或者兩夫妻吵架才走在一起 就叫和合 和合是很多東西的 父母和自己的子女和合 兄弟姐妹的和合 甚至乎員工和老闆的和合等等 朋友間的和合可以嗎 絕對可以 朋友間的和合 公司和公司的和合 譬如我是一間報紙來的 我和某一個報社特別多衝突的 那所以呢 希望將兩個報社的關係 就穩定一些 不要經常打架打鬥的 那那個也是一個和合來的 那除了這些和合 財運 健康 官運 那還有一個生機 就沒有什麼人中的 不過都有一些人搞的 就是一個學業的和合 學業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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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完之後讀書 就努力一點的 勤力一點的 他會希望讀書 譬如有些人他建功 或者他考試升職 來來去去都是入不到的 做不到的 以前的人就會說話校科舉 那所以就會走去 有一個這樣的生機出現 就是一個學業的生機 那其實眾生機就有很多用途 那是不是大家想 只是要燒銀子 挖個洞 買些錢去燒 燒一下港幣 燒一下美金 那樣呢 其實就不是這回事 這個都不簡單的 我覺得 就是完全不是這回事 完全不是這回事 那燒銀子那個 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詳 是那宗案件的一個過程 挖洞 挖洞就對了 但是燒銀子就不對 燒銀子呢 通常用銅錢的 就不會用銀子的 好了 那講了那麼久都未講 其實生機是用些什麼 要怎麼做 有些什麼要準備呢 一般來說 眾生機呢 我們會用到當時人的頭髮 那有些人就會有一個很指定的數 頭髮九條 十四條 三條 其實就沒有那麼多東西的 只要有頭髮就做到 那一條當然不行 起碼只剪一撿仔 頭髮 貼身的衣物 貼身衣物 有些人就會問 師傅是不是一定要拿底褲胸圍 其實不一定要這兩樣東西 就是 可能你日常穿T恤 沒錯 最好呢 就是你平時穿著睡覺的那件睡衣 那有找過我可能做修魂濟殺 或者幫你們做一些保命的法事 都會見到我跟你們說 可能你要拿一件睡覺的睡衣過來 為什麼永遠都是用睡衣 不用你出街衣 不用上班衣呢 上班衣呢 出街衣就會有隔壁人的氣 譬如我現在做節目 我這件西裝外套 整天都貼著Lekio的 都會受它的氣影響 那就變成了一個好的西裝外套 可以這樣說 另外就是因為那件西裝外套 或者我們日常穿的衣 因為不斷外出的 我們可能穿完又拿去洗 穿的時間也不會很長 睡覺的衣服 你小側都睡六個小時 每一天都有六個小時 其實就已經吸了很多的氣在上面 所以用睡衣呢 就比較多在做生機的時候會用到的 那有人就喜歡拿Mine Tone 或者拿自己的內衣過來 其實也都可以 總之貼身的就可以了 那除了頭髮 還有貼身衣物還有沒有呢 頭髮啦 貼身衣物啦 那當然都要有時辰八字 那時辰八字就不是 用那張白紙寫 其實你的時辰八字就行 其實不是的 有一個我們特別的符咒 我們批紋的東西 就將你的時辰八字就寫在裡面 然後將那個魂 你的魂就藏進去那個腹膽裡面 然後就埋進去那個生肌裡面 好了 那頭髮啦 衣物啦 八字 你的生辰八字還有什麼呢 就是有你的指甲 都是需要有的 即是 用來檢驗DNA的東西 是的 為什麼會是指甲和頭髮呢 大家 有時候聽到一些人說 鋼頭也有幾樣東西 指甲和頭髮呢 是一個人精氣的發現 一個人如果他的精力不夠 他的氣不夠 他的血不夠 第一件事是脫頭髮 還有指甲是不會再生的 所以這幾樣東西是 最匯聚你的精氣神 一些身體部位 不會用牙齒 剝掉它就不能用 但是你的頭髮 鬚 毛 甚至乎你腋底毛 那些都可以的 那指甲就最方便 一剪就有了 所以一定是用指甲 用頭髮等等的東西 就一起埋進去生肌裡面 那除了這幾樣東西之外 就是你的錢 錢就不用多的 不是一定要扔一千元一萬元 然後扔下去 是一些你平時會 放在你銀包的錢就可以了 那金額的多少有沒有影響 金額多少沒有影響 扔的數量就有嚴格規定 即是你寧願放一百塊一元 都不要放一張一千元字 不要 不可以放一張一千元 你一定要放一堆散指 譬如說你一百元 都是同一樣銀碼的 不過我用一百塊一元銀放下去 以往就會用三個銀幣 不小心說出來 用三個銀幣 和數個銅錢 就放下去 那什麼叫銀幣 現在沒有了 以前就叫大洋 另外就配一些清代 可能它以前那些銅錢就放下去 那我們現在就沒有大洋了 只有銅幣 銅幣是什麼 大家要知道港幣裡面 只有三樣東西是用銅做的 就是一號 十元銅不是 十元銅不是 一號 兩號 五號 所以基本上是扔蠔子的 那你扔一千元紙下去就沒有用的 它不是很聚到的 所以我們就會放銀仔下去 明白 銀仔 頭髮 貼身衣物 指甲 指甲 那還有什麼要放下去呢 還有一件東西放下去就是符咒 那這個就要找回師傅自己去寫一條新肌符 放進去 那才可以令到新肌起效的 那新肌有人就以為 好像你剛才說的 滑個洞是否丟在洞裡 其實不是丟在洞裡的 沒錯 就是不要怕不老禮 對 其實本身就是不老禮 是 新肌的原理實際上是至諸死地而後生 所以你必然是要做到那個人好像真的死了 才是為之中新肌 就會用一些骨灰鞅 用棺材 甚至乎以前就會用金塔 什麼叫金塔 好像一個晴一樣 很高 啡啡的色 放骨 放回去砌 所以那些人就會用這一類型的東西 就放進去新肌穴裡面 那才算是一個有效的新肌 那新肌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物品這些基本的東西之外 還有什麼重要的東西呢 那下一次回來跟著大家的年太早 下次回來跟著大家的年太早 好 我回到第二節的元太祖,林師傅 剛才你講了什麼種類,也講了生肌裡面有什麼材料 我想問一件事,去決定生肌是什麼種類 是由不同的材料,還是純粹是符咒的內容? 你意思是生肌是種什麼? 想求健康的生肌,求和合的生肌,分別是什麼呢? 材料方面其實都是那些,符當然有些不同 分別就是取決於符? 符會不同,也不只是取決於符 最主要取決於落脈,簡單說生肌種在哪裡 種生肌不是貿貿然找一個爛地,或者在一個停車場裡面 為什麼是停車場呢?因為那單案件在一個停車場裡面種種 種生肌不是選一個,隨便符一塊地就可以種種的地方 即是你不是在家樓下的棵樹下面,有些人不可以 有些棵挖,不可以種在那裡吧 種生肌一定是要風水師去找哪一個地方 那條龍脈的龍脈是漂亮的 即是在這裏提醒觀眾,種生肌是不能自己做的 是千萬不要自己做的 因為種生肌種錯了是馬上死人的 以前種生肌和做陰窄也好,師傅教諾一定要有良心 因為你一個錯誤,一個不準確的分金 你是可以令到人家全家死清光 所以你是絕對不可以拿樓灘的 他當時還跟我說笑話就是 你幫人看洋宅風水那些,你拿樓灘 裝了東西都不要緊的,最多是吹不到財 但是陰窄和生肌是絕對不容許犯錯的 所以千萬不要自行去種生肌 或者聽完這集節目就試一下 隨便好像我說一樣,塞了東西下去 就把地方摸了它,你是會出事的 所以大家記住 千萬不要自己來 好,我們先說回剛才那裏 種生肌是必須要選擇龍穴的 龍穴就會決定你這個生肌是什麽的生肌 譬如你要做一個招財的生肌 我們可能會在一些龍脈衝得應的地方 或者是一個水口位,就會放在附近的 做陰窄,做和合,做健康 又會有另外一種選擇落墨的方法 換句話說,究竟生肌是屬於哪一類型呢 是要依據它所埋藏的地點來決定的 而那條符或者那個符膽裡面寫的東西 就是依據我們現在這一刻在哪裏落,我們做什麽 而決定我們寫什麽膽,寫什麽符的 所以這個種生肌呢,不只是那個 執材料方面有分別 而是它的選擇地點有分別 一般來說,材料是沒有分別的 因爲都是一樣就是要那個人 好像死了那樣在那裏,才有效 生肌就是一個大家避免講 墳墓的習俗,而叫生肌 以往叫活人墳,有些叫生墳 那實際上大家不想說墳字,就叫生肌 那又要搞清楚,生肌和衣冠寵呢,又不同的 衣冠寵是另外一樣東西,下集再講 有些叫衣冠寵的,有些人就以為衣冠寵的就是生肌 衣冠寵和生肌不同的,衣冠寵用來另類東西,用來補命的 生肌用來催運,當然也補命 所以它實際上是不同的,ok? 我想問一件事,就是剛才你說要找龍穴 因爲真是死人,都有分土葬,或者放骨灰寵 那生肌是否一定要埋在地下呢? 生肌一定要埋在地下,即是我們說傳統的生肌是要埋在地下 即是不能租一個很漂亮的骨灰寵位來種生肌 不行,有人會說去那些新式的私人骨灰寵場就放在那裏 那不會用那個地方,因爲那個地方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在住 旁邊那些是真是骨灰來的 那你放在那裏就不是那麼好 因爲你是想轉運,而不是只想扮死 你是必須吸收天地,我們叫天地神功的氣 令到自己達至吹吉鼻胸的用途 所以你只是貿貿然去找一個骨灰寵 他可能是對陰人或者對他的後代很有幫助 但是對於當事人來說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實際上你眾生肌力是必然要挖洞 床在裏面才有效 加上挖洞那一刻因為你是埋在地裏面的 埋在地裏面才能夠吸到地的氣 才可以用到天地的精華 如果我們把它放在骨灰寵 大家一格格地放 其實就沒有效 除非你用另外一款生肌就可以 但是正常我剛才所說的傳統生肌 是不能做的 講了那麼久 又講了選擇地點 種生肌的種類 裡面有些什麼餡 我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大家聽了那麼久 可能會想我可不可以種生肌 種生肌有什麼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種生肌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種生肌 種生肌是有規矩的 第一一定要計過你的命 是適合種生肌才可以種 那這個東西不在這裏說 哪些人可以種種 哪些人可以種 第二就是什麼事種生肌 如果我們見到你真的可能 病重得很緊要 其他方法都沒有效 或者去到一些危急的關頭 例如明天可能就要做一個很危險的手術 可以就沒事 不行就可能要直接入雪櫃 那我們就會建議你在那個手術之前 去做生肌 或者你那個財務真的很差 就要做生肌 另外一種就是天生條命 真的差得很淒涼的人 非常淒涼的人 就可以去種生肌 就是種生肌永遠都是最後的一個方法 永遠都是最後一個方法 那除了說最後方法去種一個生肌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種生肌 是不可以不停地種的 明明 那時候陳三掛那麼多個孔 那個不明白他做什麼 因為他聲稱是他自己 那家陳氏的生肌法 原來是普通我們做的那些 那生肌 為什麼不可以不停地種呢 原因就是他太多的氣 其實你受不住 另外就是規矩不准種就不准種 沒辦法 生肌譬如說我已經之前 可能種了一個觀運的生肌 師傅 我又想種一個和俠的 我又想種一個財運的 師傅幫我種種它 可以不可以 不行 沒得這麼便宜 全部不停種的 就算不停種都好 你必然之後會行衰運 是 因為是借回來的 這個值得我正正想問的問題 嗯 究竟種生肌 有些什麼代價呢 種生肌實際上 就比較接近是一個借運的動作 不過借運就不是借自己 你借個土地而已 所以你借得多 你都是要還的 所以傳統生肌呢 就有規矩 種了第一個生肌之後 一千日內 所謂一千日就是 三年多些 都不准再種第二個 只可以種一個生肌 三年之後呢 就再看看你的情況 怎樣決定可不可以再種 有些人是一生人 只可以種一次生肌 有些人是一次生肌都不可以種 有些人可能一生可以種三次生肌 那是根據你的命做 即是你的八字 來決定你種生肌的數量 種生肌還在哪裏 怎樣選擇地方 就是依據你一件事去計算的 那因為你種生肌 始終都是屬於借運的行為 所以你必須要清楚地知道這個後果 同時間你去種生肌呢 因為你是借運的 你要問清楚 幫你做生肌的人 究竟現在是用你的後運 還是用你的地運 或者是別的神仙扶持的東西 那是哪一類型的做法 那如果一次借後運 一次借地運 一次借其他神仙扶持 那又可不可以連續做 那你都要過到陰詩的關 甚麼叫過陰詩的關呢 由於眾生肌期間是會用到符咒的 那我們有分陽詩有分陰詩 陰詩的意思 譬如我們說六寅仙詩 呂山法主 茅山祖詩 這些就叫做陰詩 我們看不到的師父 就稱他們為陰詩 陽詩就是我這些 大家見到我的Hello 我們這些就叫做陽詩 過到陽詩的關 都要過陰詩的關 譬如我看過你的八字 看過你的命 OK你還可以 那你就要過去找師公 擺一擺 擺個杯 師公說準不準你做 如果師公說準你做 那就可以做 叫做陽詩陰詩都過到關 你可以做 只是陽詩過關 陰詩不過關 那就不要做了 因為必然是有麻煩的 那所以不可以 你剛才說 有借神仙的力 有借我們的運 有借地下的運 這樣是不存在的 因為是不會讓你借天地人 那麼多東西 只可以做一次貫切 不去到最後都不做 我再問多一點 剛才借地下的運 是否在說 每塊地有它的地運 沒錯 那就是我畫了一個月 埋在那裡 借了這塊地的運 是 那這塊地 被人做過心機之後 這塊地的風水 是否有影響 沒有什麼影響的 只不過說那個地方 一直以來地運 都是走過去 我們那個大龍走勢 它一直都是向著這個方向走的 氣是源源不絕地下來 去到那個位置就會墜在那裡 結了一個月 我們就在那裡床 它是吸它的氣 但吸不完 區區一個小小的生機 是不可能吸得了整個山的氣 就算吸得了也好 那個做生機的人都會出事 所以是不會吸得了 除非你在洋窄 題外話 在洋窄裏面 進行七星打劫 這樣就會了 好 那我再問 我想到很多問題 是的 那它這個人 是要假裝自己死了 就是做生機的話 那如果 你說有人可以 中兩次或者三次 那一個人 他死完一次 他未投胎 即是未輪迴 又再死第二次 再未輪迴 又再死第三次 對自己真的死的時候 對自己輪迴有沒有影響 絕對有影響 因為你種下去那個生機 擺了下去之後 你的魂其實會寄下去 所以生機的傳統就是 你可能種到差不多 就拿出來 要解的 即是你不可以這樣 放它在一百幾十年 都不拿出來 如果你是擔心後面那一部分 當然有些人 他不理輪迴那部分 他最重要就是 你現在能不能出床 我還能不能做到事 我現世有沒有福報 那他便不拿出來 但如果有些人 可能去到他年紀大了 就想起 我年輕 找一個師傅 幫我在鳳凰山做我的生機 現在都想拿出來 那就會建議他拿出來 因為你的魂魄 和你的一些氣 聚在那個位 死了之後 有時都會回去 有些像我們說 藏魂 藏魂就是一些神打的法術 將一個師傅和一個徒弟 就寄存在山裏面 死了之後 有時都會回去 做散仙做地仙 眾生機是很接近 但未必一定回去的 通常那些人買個安心 都會過一段時間 覺得現在運程很轉択 那就請師傅幫你 起出來解除它 所以 怎樣都會有些影響 不是完全沒有的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想問 那地雲會變的 會轉的 那如果這一塊地 今年 我今年重生機 重生在這一塊地 但是這個地雲 就轉到這一塊地 第二塊地道 所以不用抽到它的生機 轉到其他地方 不需要 因為現在說的地雲 不是那種地雲 現在所說的地雲 是天地的氣 稱之為地雲 不是我們計 九公飛升 究竟 現在西南水 東北水 不是那種地雲 這個地雲 這個地雲的意思是 它結月結在那個位置 它就有一道氣道 除非那座山被移平了 我們說的地雲 和大家計算的地雲 不是同一個地雲 是同一個名字 不是同一個 不是同一個東西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想問 這個可能涉及少少靈異的東西 就是說 人死了之後 就有自己的墳墓 有自己的墓碑 那些人就當它住在那裡 但是呢 如果那個人死之前 還沒拿回那個生機出來 那會不會找不到自己 真的屬於自己的陰性 它有可能就走到他旁邊 就是去了自己的生機 是啊 所以我就說 如果那個人很緊張 就提早拔回那個人出來 因為他 重生機這件事 就是法科和術科 它都在一起 大家知道術數 兩件事是不同的 術是術數是素 術數兩件事 在生機上面 就全部應用了 譬如佈掛八字 算命那些 就是素 但是因為它裡面牽涉 風水術 部分可能牽涉到一些 法術法科的東西 所以它又有素又有術在裡面 這些東西 做了之後呢 它是會有這方面的影響 一定要拿出來 只是單單純它是由素 所產生的物品 它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用到法科 用到術的東西 有時是會有這個情報出現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 尋師傅 重生機 記住都跟家人說聲 即是 Hotwood 如果有什麼事的話 都家人會幫你拿出來 那又不行 又不行 絕對不行 這件事 就是不可以讓人知道 重生機 是絕對不可以讓人知道的 幸好你提一提的 是啊 重生機一定要完全保密的 即使是重生機 你去做儀式之前 師傅都一定會跟你說清楚 這件事是一定一定 不可以讓人知道 老婆、子女、爸爸 誰都不可以 只可以只有你和師傅知道 所以這件事是不可以跟人說的 原因是 這些不是什麼輕鄉的東西 第二個原因就是 這樣說了 有一個法就會破的 是不可以說的 不准說的 第二 第三就是怕人挖出來 所以是絕對絕對不可以說 重生機的吧 你知天知地知 好了 誰都不要說 不要想著 到時候我白年歸老 要兒子幫我挖出來 是不可以的 除非你好像西藏轉世那樣 臨走之前 你又金瓶徹簽 寫定 收在不知哪裏 叫人到時去拿 就行了 我寫定遺囑 這樣就可以 如果不是 就不可以說的 說了這麼久 即是說 其實重生機的要求都相當好 是啊 不是你謬謬言說中就中的 即是 深澤是和大家分享一類的東西 不是教大家去做重生機 是啊 所以千萬不要自己去重生機 另外呢 就是因為現在香港地 重生機 基本上難上加勒 全部都是官地來的 所以大家不要自己去挖 犯法的 講明先 這裡我沒有鼓勵任何人犯法 不要拘捕我 好啦 另外就是 既然中生機這麼麻煩 去到我們現在這一刻 其實怎樣處理呢 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機會中呢 是啊 那又不是 那可以怎樣做呢 中生機 實際上我先不斷說 傳統生機 為什麼要講傳統的生機 原因是傳統生機是很大陣仗的 但是有另外一種 我們叫小生機 也是這樣做的 但是小生機的做法 就會有些分別 不用挖洞 用的符咒是不同的 但是裡面的材料都一樣 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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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甲 都是那些材料的 但是小生機呢 可以一年種一次的 什麼人種呢 跟剛才說的那些差很多 不過情況就沒有那麼嚴重 譬如說你不需要真的去到 大家例事你今天的手術失敗 你就香的 不是要去到那個情況才種 譬如說他很不順 通常就會幫他做一年的生機 這些叫小生機 大概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呢 一九一幾年 已經有師傅做了這個術出來 我們講的師公次 就會有這種小生機 去被人種的 種小生機當然 當然 容易和舒服 過種傳統生機 因為你是不需要專門去搞的 還有呢 就不需要牽涉到太多陰間的東西 因為種小生機 我們所講都是可能在道館裡面種 在師傅的壇中 等等的東西 所以去到現在可能有些聽眾 我們聽到心動動 我都想種生機 你真的想種生機 就種小生機 除非真的大件事 要種傳統生機 如果不是 只是想吹吉避空 逢空化吉 或者有危險要救命的話 就種小生機 已經可以了 總之種生機就是最後一個方法 種生機是最後一個方法 小生機是否第二最後呢 當然不是 小生機通常人想行運 或者順順利利就會種一個 但是就不需要搞這麼大的陣仗 因為小生機那個原理不同 有些不同 它行的呢 它除了靠地點的結淨度 和彈的力之外 也都靠扶的力 但是它做的事也都很接近 所以不會用 不是去到說第二重要的東西 不是的 種小生機 基本上好像我的一刻 就連連走去種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問題 種小生機 但是大的生機呢 就盡可能不要經常去搞 那問多一次清楚一點 有人就不適合種生機 那是否都有人不適合種小生機呢 種小生機是有人不適合的 所以都是要看了它的八字 是怎樣 還有是不是真的那麼差 因為種生機 無論是大的生機 還是小的生機都好 設計貪得無厭 這個大家永遠都要記住 如果只是想圓圓不絕 不停地去賺錢 不停地發 不停地行好運呢 是不可能的 花無百日紅 運程也是一樣 都是不同的人說的 中小生機都是不同的人說的 都是的 雖然小生機是相對地輕便些 但是大家都記住 不要自己去亂試 自己是做不到的 可能都有一些 就是做不到都算了 招致惡果就最麻煩 也會的 因為有些人 我認識過 就以為他放在墳場就行 那把前幾些東西弄好之後 就塞了在墳場附近 那後來就搞到鬧鬼的 所以就盡可能 不要去做這件事了 好 謝謝林師傅 那今集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沒有什麼想過 那麼多的觀眾說 沒什麼了 下個星期再見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 youtube頻道 like我們每一條影片 把我們的影片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下面comment跟我們說一下 有些什麼想我們說 亦都去到Facebook 林定海老師傅的Facebook專頁 記得like過去 subscribe我的youtube頻道 把節目小鈴鐺打開 下一集回來 還和大家圓太祖 做一個網站 最快點的人 然後請訂閱 小鈴鐺 在吃東西 寄得 被入类 拿來